这个股推介是长江基建1038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早揀选 原因是长和系股份 今个星期六续公布业绩是市场焦点之一 长江基建去年盈利77亿 岸年升3% 低于市场预期的95亿 公司就说受累于利率上升 导致财务成本增加 和外币对港元走弱 长期末期息每股1.83亿 年统中期息 全年派息2.53亿 升1.2% 公司上市以来股息年年增长 现价44元 息率5.75厘 市场对长江基建并抱有期望 大行估计防疫限制放宽 公司有机会是加拿大 或欧洲进行大型收购 去增加盈利 长江基建负债对资本比率 由去年6月的12.9% 降至12月的7.3% 公司说财务实力红厚 有利把握环球投资机遇 会在稳健和增长之间取得平衡 可惜风险评估和定价 都合乎定范围的新投资项目 策略方面 长江基建昨日收到44元 公司去年盈利低过市场预期 加上近期市况动荡 可以等候调整到上升区 大约42元水平才分主收集 中线上网去年6月至8月 华行区大约48元